大家在主体平安,感谢咱们,今天西方是星期四,11月28号,东方已经进入了星期五,11月29号,那明天,明天我们29号,一阵子就要29号了,那东方呢,明天呢,就进入了最后的一天,11月的最后一天,后天呢,就进入了12月啊, 现在华人已经是11月了,好,我们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了,时间很紧急了,所以大家要准备上进礼物,来见主耶稣,来见神,就是信心爱心以盼望,那我们主在教我们说,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我们永远走真一路,我们永远爱神爱人,我们永远的陪伴着主耶稣,走到永恒,感谢咱们 谢谢滴滴滴滴滴滴滴的灵命之良,那今天我就读灵命之良,是非常简单,而且是很重要的信息,那我就直接从灵命之良里面读出来,那也谢谢! Covien每一天在中国大陆,每一天uplog在YouTube里面,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叫我们做,我们一定要把他的工作做完,就算多辛苦,我们也要做完,因为我们可以讲说,这一群人,也包括在中国,在加拿大的,马来西亚,这三个地方的,我们被选为, 把他来跟着主耶稣,走这个最后的时刻,然后敞开了这个,闭蜜,这个闭蜜呢,就是这只猫,我已经讲过了,最初看到这只猫呢,他的很多意想就遮盖不给我看到,所以我们最初经过很多时候,认为回家了,没有回家,回家了,没有回家,因为我们经过很多的考试,我看到有一把, 那时候,雨伞非常大,就是那时候我们经过,真的要崩溃了,那时候,然后呢,看到猫呢,只看到三分之二,然后第二次看到猫呢,他是看到他的枕身,那看到枕身的时候,他要出去啦,不要这个秘密,不要给我们知道啦,然后第三次看到猫,他在屋顶上,大概在屋顶上,他要回去啦,不要给我们这,因为真的很难,几千年来的秘密,怎么给我们这一群人呢,OK? 我们这一群人要很努力走过,那天上还开心,对不对?我们的阿爸父开心说,我们大家都很努力,所以怎么可以辜负呢?辜负我们的,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effort 然后呢,还有,神就是可以讲说,最初的时候,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创造了人类,创造了这个地球的时候,已经定了我们这一群人,已经定了我们这一群人,来把根主耶稣,OK? 在敞开这个秘密,就是这个被提的秘密,这个呢,是很重要,也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五节里面,讲到这个妇女,生了这个小孩,这个男一,这小孩就被带上去了,然后这个妇女呢,神会把她,保护她三连棒的时间,应该是三连棒啊, 就是说,我们上去的时候,这个教会呢,三连棒是没有什么大事,但是之后呢,就会很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那时候,希望那时候的基督徒都准备好了自己,就算被藏杀什么都葬起来,为基督,为耶稣啊,不怕死的啊,那接下来呢,今天是有看到一匹马,是比较远一点啊,红马,红马是,然后两边,一边是有图片的, 另外一边呢,有三条线,我不是很清楚,因为这匹马不是很信我啊,意思是讲,我们是不经过这个红马的啊,虽然我前天有讲到那些ISIS他们在长沙队,那个时候已经有,已经开始了啊,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很轰动的啊,那上次,这个红马啊,当被提之后呢,我们,我就像,我们相信说, 根据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世界会经过一个大长沙哦,所以现在讲到这个妇女会三年半没事情,三年半神在保护着,过了三年半啊,我想 嗯,基督徒应该准备好了啊,留下来的基督徒,好,那读到,本来我是打算说明天,明天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的图片忘记画上去啊,但是既然到我的头脑,我就讲了啊,那就是在, 启示录第三,第六章第三节,昨天读了,就是羔羊敞开第二个印的时候,第一个印大家都知道,是底基督,OK,刚刚好今天,呃,我看到一个link就是讲到,我没有去找呢,就是碰到了,他们讲到欧巴马,现在欧巴马又要出现了啊,啊,还有很可能叫他的老婆做总统了啊,那他老婆做总统的话,当然他也在里面了啊,哎, 哎,然后呢,啊,我们相信说,这些时候几年来的祷告,来,来,啊,祷告神啊,连连这个世界,把这个底基督,他的能力到最低把他捆绑起来啊,啊,不是,把他绑起来,不要,他的实力,把他的实力点到最低啊,就是他没有能力来,啊,怎样讲,来害世界的人,来,啊,避着人家拿这个受印这些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还是希望, 还是希望上帝快快来救这个世界,所以被提一定要放生了啊,好,讲到这边,高阳敞开第二个印的时候,我听见就是约翰,听到第二个活物,说,来,第四节,这一次呢,出现了一匹红马,马上的骑士呢,获得,获得权柄哦,获得权柄啊,跟一把大刀,OK,那第一只马是白马,OK,是底基督啊,第二匹马呢,是什么,他有权柄的啊,而且有一把大, 大刀,就是要常杀哦,要剁取地上的和平,要剁取地上的和平,其实现在世界很弱,但是很没有像圣经里面讲的哦,是人类互相常杀,是人类互相常杀,这是启示录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也是啊,今天早上啊,第一个印象看到的哦,红马,在永藩那边就要来了哦,当然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们这群人没有关系, 所以在远远的哦,那很近的时候就跟我们有关系啦,那跟我们就没关系,因为我们已经离到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到新的世界了哦,感谢赞美主,那家里还有人不相信的话,赶紧叫他们准备好自己每一天这个信息要给他听,然后跟他讲一些关于正直正义的事哦,关于主耶稣的故事,讲到主耶稣的救恩,而且 我们上帝也要我们走正义路带着上进礼物,希望大家赶紧,家里还有人没有准备好了,赶紧就准备好,他们希望还有,我们真的希望还有机会哦,那啊,呃,而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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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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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奉献自己给神利用 给神使用 然后背上自己的十字脚 就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第九章二十三节 讲到二三字 大家记得之前一直看到二三字 那昨天有一些 我有画下去 有学家的当事 忘记跟大家分享 而且昨天很长 所以就没有讲到这边 是昨天的 如果看到二十六 二十六那个字 是用马克写的 很黑的意思讲已经过了 我现在才知道已经过了 那就是昨天是二十六 前天是 昨天二十七 前天二十六号 那二十六号 这是华人的十一月初一 三个一 那时候东方已经二十七号了 那二十七二十八号 是初二初三对不对 我们再讲回去 二十六号 这是我们之前一直看到的二十六 二十六 西方二十六 东方就二十七了 那二十六号是星期二 二十七号是星期三 所以叫做二三字 意思讲在这个二三字里面 很重要 为什么 秘密就要出来了 OK 这个秘密 这个书检 OK 书检里面的 当然神的书检已经敞开了 书检里面的一个秘密 所以就要跟我们讲了 当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神给我们讲的这个秘密了 因为神已许过我们 只要我们继续努力 OK 神一定听到我们的祷告 呼求神快快来救这个世界 而且呢 小孩子 baby们不要给他们受到 受到长沙 或者是带他们这个世界带领小孩子 baby们下地狱 他们一天一天长大 然后整个世界的思想都是堕落走地狱的道路 好 讲到这边 我们就看二十七那边一下子 就是星期三的 星期三我有写过 我们的资历是28 29 31 234 对不对 然后华人呢 好像今天我们是二十七 就算东方二十九号 东方二十九号我们华人是出世啊 那西部以色列人的资历就是 九约他们的九约 根据圣经的记载是九约第号 如果是他们现代人员的资历算是第三个月 那但是如果根据圣经的是第九个月 那第九个月也是黑暗的一个月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黑天 因为在十一月我们走过四天 对不对 在没有 十二月的时候 十二月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OK 然后我们这五号 东方六号 就是应该回家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经过这个四个黑天 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叫做黑暗的一个月 是九月 九月 黑暗的一个月 叫做Kisley Ki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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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黑暗的一个月 九月了 就是我们的二十九号 二十九号跟三十号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黑天有没有加这个十月的两天 但是呢 我今天有看到一个异象是什么呢 一个异象是在一那边 所以叫红线 红线呢 到之前在十九号那一天有看到红线 然后之后呢 有白色的 白色在过去就是灰色就是黑色了 但是今天早上看到的是红色的 红色的那个白色的已经变成红色走过去了 红色也走过去了 然后就到这个黑色就是灰色 就要到灰色了 是不是讲到这个灰色的当然是最少四天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包括三十二十九跟三十号 但是我们只剩下几天就完成了这个红线 我相信就是最后一条红线了 那还有一个异象 我一直忘记就是 有看到几排字华语的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懒惰还是圣灵的带领之下 我要注意看是什么字的时候 他就糊去了 然后有一点红线化过去 也就是underline underline用红笔画一条线过去 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 但是今天只看到这个红线 还没有知道它里面写什么 好那我就赶紧读灵命之粮 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二三日已经讲过了 就是二十六二十七号 如果二十六二十七号是在这个十中 十中的十二点就是神写十那边 十点跟一点那边 十二十二点就是写十 因为二十六号就是导数的第十 二十六号导数的第十 二十七号导数的九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样 然后六十二月六号是零了 好讲到这边 我刚才 刚才十一点的时候 看到新天新地哪一端 新天新地哪一端呢 有写着商 商 商是什么呢 我后来看这个十中 商就是在商店的单位 商店的单位就是二十九号 东方已经二十九号了 我们就要进二十九号了 OK是讲说我们这个十中是标准的了 OK因为是商店给的 所以大家我们真的要回家聊 好 要记得时间是越来越紧 不是越来越疏远 那还有我也有看到其他红线 但是红线参参就不知道他的意思 好我就接下去 礼命这两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的话 就应当舍弃自己 天天背上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这是主耶稣讲的话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一句话 OK 当时大家都知道 当时有没有真的事情出来呢 不止背下来 OK 有时候背 我也 我不是因为背人 当时我知道圣经的话 我就要去行动 所以大家 圣经的话是给我们有行动的 那好像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 爱心没有行动也是死的 许多人信主多年 却没有真正的跟从主 走主的道路 也有不少人愿意跟从主 走主的道路 但始终走不好 走的不好也没有进步 这是很经常的 基督徒都是这样 所以神要训练我们这一群人 不一样 不一样的基督徒 来喜悦上帝的基督徒 那这原因就在于什么呢 没有舍弃 背上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 带着自己跟从主耶稣 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一个人没有舍弃自己 没有献上自己 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的话 那说要走主耶稣的道路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自己呢 是有他的意思 就是喜好愿万的 不可能与主完全一致了 而且常常是与主相仿的 就是如果我们说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神跟我有什么 我今天就做礼拜就好了 我又相信他就好了 这种人呢 是不能够跟主完全一致的 不能够 我一致就是agree with god 而且呢 常常是跟主相仿的 我们跟从主 终于是会 我们跟从主呢 会遇到主的呼召子役 命令 与我们自己呢 很不相合 就是我们跟从主耶稣的人 我们会知道神的呼召 叫我们要怎样怎样做 有他的旨意 我们要行他的旨意 要神有要求 要求我们要 怎样献上自己 给神喜悦 来达到他的要求 所以在给一个普通的基督 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 所以讲到这边就是 很多基督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配合神 什么都要配合神 所以就跟我们自己里面 我们的自己就是 肉体的自己啊 就是不相配的 不相合的 我会接下去 所以呢 我们必须放下我们的自己 一切 如果不舍己的话 那就是不可能跟主向前走啊 往前走啊 舍己就是现在 但自己背上十字架是痛苦的 好像失去显示很多 是人天性所不愿意的 同时跟从主呢 要遵行主的旨意 需要付出代价 并不是轻松容易的 所以大家 其实我常常很关心大家 哎呦 要差不多三十七分钟到四十 有时候偶尔也会多过四十五十分钟 所以我就很当心 但是主一直跟我讲 你不要当心 他一直给我说 你这样也你不要当心 他们最后跟不跟着上帝呢 神都知道 所以呢 我们这群人走到今天 真的不容易 而且呢 好像今天有看到意象是什么 就是说 大家的付出呢 是在地上那边 地上是这样 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水桶这样 很漂亮的水桶 那是灰色的 里面好像有水 有一些圣白色的 圣白色的东西里面 然后在里面又有看到好像珍珠这样 然后背后面那边呢 有看到红色的 其实红色的光子这样 还有一点点灰色 那红色是代表主耶稣的救恩 OK 那灰色是代表什么 刚才我又找出来 灰色也是代表神的荣耀 那个头呢 头是灰色的 灰色也是 是荡的黑色 对不对 就是献上自己的一群人 献上自己 这个头是代表现上自己的 所以在里面呢 是圣洁的 而且又有珍珠 OK 什么是珍珠呢 珍珠就是财宝 就是宝贵的财宝 所以经过了这些考验 经过这些训练 我们就成为正义的人 是在神的 你可以想象到 上帝在引导我们每一天吗 如果你做老师做家长的 你每一天在教导一群 每一天在教导一群人 然后这一群人都很听话 这一群人跟到最后 你说这个老师是不是很开心呢 你说上帝是不是很开心 大家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 都要紧张跟随着主耶稣呢 因为这是神喜悦的事 因为大家都有注意到 都有想到上帝的信心 想到上帝的爱 那既然知道上帝的爱 上帝的信心 为什么不跟从到底呢 为什么不来好好定从神的话 来听他跟我们讲什么 爸爸你今天跟我们讲什么 明天又跟我们讲什么 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 好好的信心来听爸爸的话 听着他的意见 他的旨意的话 一定有很多的奖赏在等着 而且分数是很高的 因为这是上帝喜悦的事 你说莉莉升级好 你自己可以Google search 下哪里 这边那边都有讲到 怎样是神喜悦 对不对 OK不用莉莉讲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好讲到这边 就是讲到这个bucket bucket我去Google search bucket是什么 这个bucket就是水桶这样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蛮大的水桶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要经过什么 不是一架子 是最少两年了 最少两年 我们这一群也几年了 那当时紧紧的跟随呢 我们这一群已经很多都是两年多了 就算你是几个月也是好 OK 记得主耶稣讲的话 有一个财宝 对不对 有一个财主 他请了工人早早就来上帮 对不对 然后也有后面的 到街上看很多人 没有做工 叫他们来做 OK 来做 他们只做了一两个小时 得到的工资也是跟早上做了几个小时 一样一样的 这是主讲的话 所以就算你是几个月 就算几个星期 你现在又赶紧来到主面前 带着三件礼物的话 你就会跟我们一起到新天新地那一端 这是圣经讲的一清二楚的 不是我们 我们是根据圣经讲的 我们承认上帝 我们上帝是 我们承认圣经是100%正确的 不是不是说描述些什么什么 没有是真实的话 是上帝的道 好 这个水桶是代表就是 大家的努力 大家的经历 大家的付出 为了将来的付出 当然也是跟着一起走 然后红色 红色我也写下来 代表主耶稣的救恩或者是爱 然后珍珠就是宝藏 所以大家真的感谢 我们继续努力 然后讲到哪里 礼命之良 同时跟从主的话要遵行神的旨意需要付出代价并不是轻松容易的 他会使我们失去自由 这是什么自由 肉体上的自由 OK 肉体上的自由大多数都是患罪的 是要我们天天 是要我们天天否定自己 就是说如果我们跟从主的旨意走的话 我们献上自己舍己为神 舍己的话 抱 直接讲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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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体说你要去做这个 你知道是犯罪了 就不要去做啊 OK 并且要遵照主的意念 地愿和吩咐去行 OK 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 要天天地走 不肯呃 带上十字架就不能够跟从主耶稣向前走 呃 呃 哪要被自己抓到原地 OK 狼儿 这个十字架的话 背上十字架跟从主的话就得到荣耀了 啊 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进入荣耀了 感谢赞美主 好 那分享 早上看到的一项 呃 呃 呃 我就从哪里 OK 第二那边已经讲了 已经讲了 没有 第二那边还没有 是这样看到三条萝卜 大家知道红萝卜 很大的红萝卜在我前面 一条红萝卜都不能够看到整条 OK 就是很近很近我了 然后三条 那三条的红萝卜非常新鲜 非常漂亮的红萝卜 那红萝卜代表什么呢 红萝卜代表人性 代表人词 那西伯来语的话 红萝卜就是 西伯来语的语言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讲 得到 吃萝卜就是得到祝福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的意思就是说 西伯来语的意思 就是说要做个决定 要做个好的决定 要做个好的决定 那就是神跟大家讲 你现在要赶紧决定 你现在赶紧决定 不只是嘴巴讲 不只是头脑知道 你的心也要决定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两年来 我们节几年了 是神在心灵我们 在准备我们 以便我们的心灵一切 都已经献上给主 走正一路 而且信不在这个世界 信不在这个世界 那我们就做了对的决定了 所以每一天神讲的话 就是带领我们回国 回天国 信不要在这个世界 所以每一天信心 也是很重要的 好接下来 还有一个英语呢 to carrot 也是to chop to chop 就是要把它切了 切切 那红萝卜也 西伯来语也是讲到切 丁语也是讲到切 那就是说要做一个对的决定了 那这个教会呢 也要切开了 分成绵羊跟桑羊 还有小好麦跟独麦了 就要分开了 好 这三条萝卜呢 刚才不是看信天信地那边写着三吗 我刚才有讲 三就是在三点的单位 就是29号 今天东方已经29 我们现在也要进入29号了 感谢大家 那接下来看到一只手 ok 一只手是lower arm lower arm叫什么 臂啊 臂就是比较低下来的臂 手臂 手臂啊 手臂那边呢 其实很大到 我其实都没有看到手指 因为我我画的 怎样就就顺便就画手指了 其实手指都没有看到 就是很大很大 近很近我 然后上面有一个粉红色的心 然后一条线也叫粉红色 下面又两条两颗心 刚才我在回去做功课的时候 看到画的 很像6 6哦 6对不对 那东方 我们相信回家是6号 我们是西方呢 就是很迟了 5号啊 所以好像6啊 6也是阿爸富 之前给我们的看到印象 是蓝色的背景 然后写着6对不对 然后写着阿爸富 富哦 哦 现在记起来了 还有一个印象 写着阿爸富是什么时候 是3 3 3就是刚才看到的3 OK 那今天28号呢 28号看到3 OK 看到3 然后也看到这个6 又再看到6 这一次的6是粉红色的 之前是看到背景是蓝色的 然后写着阿爸富 那另外一个是3 然后写着阿爸富 对不对 OK 那大家 今天是28 刚才我听到我跟我的孙子 我为他吃饭 从不然都做自己了 没有在那边了 听到我背后那边的洗手间 那边有人敲一声 很大声敲一声 然后我赶紧去看时间是8 8 8点28分 那今天呢 28号是很重要的一天了 其实呢 今天过后就是剩下7天了 只剩下7天 那昨天不是有看那个跳飞机 然后写着7 下面写着0 就剩下一个星期了 好 讲到这边有上课星 所以这个上课星 刚才盘晚的时候给我聪明智慧 就是说这个上课星就是代表阿爸富 OK 上面的是阿爸富 下面的主耶稣跟圣灵 就形成了一个6 形成了一个6 好 好 感谢赞美主 那手臂是什么意思呢 手臂就是代表万能 上帝的万能 当我在写上帝的万能的时候 就有一个狼狮的观 就是狼狮 OK 我忘记是狼狮 就是说上一下 那就是说这个手臂就是代表上帝的万能 然后上帝的万能 好 下面我有写他的救恩这些一切了 接下来就是看到一个长方形 那上面有灰色下面有两个灰色旁边又有红色了 那这长方形里面看到有一条线好像意这样是亮光的意 然后又有两个东西两两个发亮的字这样又不是字好像点啊什么这样 但是刚才我画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八 八 八就是家 OK 就是家 一就是上去了 就是要回家了 然后上面一根下面两个就代表天父天子生灵 还有 好 接下来 旁边是红色 红色就代表救恩对不对 代表主耶稣 主耶稣的宝血 接下来第六那边 一样的有红色在左边那边 一样的就上一个意象 有红色 红色就代表救恩 代表主耶稣的宝血 代表主耶稣赎罪 赎罪我们的罪 然后呢就一条线 黑色的线这样过去 然后看到上帝的手 是圣灵的手 圣灵的手就这样画一下 画一个一 OK 灰色的一 然后有一个一 然后有一个一 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下午给我聪明真理 就是代表三位一体的上帝 OK 一一一三位一体的上帝 所以为什么二十六号这么重要 一直看到呢 就是华人的一一一 十一月一号 所以上帝对我们华人 特别的 怎样讲 特别的爱惜啊 其实上帝爱每一个人啊 当时在这个末日的时候 他就选了华人 来跟他走最后的时刻了 好 接下来第七那边 啊 是这样 所以现在大家西方国家 OK 对于就是都记华人的话 都记中国华人 一些都记俄罗斯 这是很平常的 为什么 因为在末日的时候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大大的复兴 复兴中国教会 大大的复兴俄罗斯教会 然后西方呢 不是上帝没有给他们 上帝有 但是他们选择 魔鬼沙当 所以常常就想到 他们就觉得很可惜 非常非常的可惜 真的要到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被提了之后 他们希望他们都醒过来 那第七那边是看了 新天信息那一端写着十七 十七就是胜利 然后神一直教导 我们要加起来 一加七就是八 然后呢 新天信息走来那边 又出现七 那大家知道我们是在29号了 29就是剩下多少呢 剩下一个星期七天就回家了 好 这边讲到这边 我有学校做这个梦 对不对 在7月15号不是做了这个梦 7月15号大家可以回去 就是我跟我女儿 然后看到前面是装的墙壁 很多很大块的装 然后在一套光 蓝色的光 蓝色的光 过来 然后就看到二十二 二十二 大家都知道现在二十二 就是讲到十一月十一号 OK 十一月十一号 在东方的六号 OK 就是六号 十一月十一 所以十一加加十一就是二十二 然后后面又看到二十一 二十一是什么 英语叫做土西 土西 西就是可以讲基督 OK 就到主耶稣 去主耶稣 另外一个呢 今天早上给我出名这位 或者是昨天就是突西 也是代表两个华人 OK 我的女儿是华人 就是一直想给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线索 就说你们是华人啊 你去找华人的自力啊 去走华人的自力啊 Lunar calendar 好 第八那边 是怎样呢 就看到星庭星庭哪一端 有这个时钟又再出现了 往往会有这个时钟出现 我现在如果注意的话 不一定还会出现 OK 出现了 然后它的针呢就指着八跟十 它不是之前两年多前看到了吗 最后二十六 然后八跟十嘛 又再看到了 OK 八跟十 OK 八就是这样 十就是完了 OK 那要记得是二十八 我们这边二十八 看到八了 好 接下来呢 第九那边是看到 哇 很漂亮 很近很近很近 一定在星庭星庭我们有的 就是这个好像地座的一个英语叫做 小小的可以拌牛奶啊 这些啊 或者是蜜啊 这些 很漂亮 很近很近 我一直讲很快了就回家 然后它的手把那边 旁边有一个心 心脏的心 好像一颗心这样 但是是通过去的 是能够看到另外一端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洞 是一个洞 所以这个心呢 是代表爱 所以为什么上帝准备我们这一群人 要有爱心呢 OK 有爱心 是神特别喜悦的 有充满着爱的 带着三件礼物了 所以呢 然后呢 它的嘴巴那边 那个好像一个茶壶这样 它就有一个嘴 嘴巴那边叫做spout OK 英语就是spout那边 是摆设的 那意思是讲 这个 这个 家呢 是青色的 青色就是要回家了 对不对 那个洞呢 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端是有爱心的 爱心的一群人 爱心 可以代表一个人一个人 有通往叫爱心的 他们另外一端 这个东西倒出来的是摆设的 是圣洁的 是摆设的 是公义的 是正直的 OK 这一群人 好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杯子 是我楼上用的小小的 小小的杯子 可以讲到杯子里面最小的一个 还有一个最小给我小孙子 当时比那个大一点 你看 那里面我看到是咖啡 刚刚好 今天早上 我是用这个 冲了这个咖啡 再放在桌上 就是看到咖啡在里面 是不是神跟我们讲现场的 你现在的喝的咖啡 他的杯子 就是代表现在有一点青色 有一点黑色 OK 就是黑色 暗色 暗黑 不是 青色将暗暗的色 现在我们不是要经过黑天吗 然后我们也要进入青色 就是变成什么呢 变成青暗色 暗青色 暗暗的 暗青色 所以就代表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时间了 就要回家了 好 接下来 其实这个是比较早一点 因为我要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放到最后那边 8跟9是什么呢 8就是8 28 对不对 就是我们现在倒数的话 28号就是8 明天呢 所以说今天29号就是7了 7了 然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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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9也可以代表20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时钟的话 29号今天是在上点的单位 但是在9点的单位 我们西方是5号 对不对 那时候东方已经进入了6号 那也是之前看到有这个9点的单位呢 有这个粉红色的盐圈 然后再上去10点那边 有这个四方格 四方格就是新天新地了 是橙色了 橙色之前有看到字写着天 然后这个四方格 然后这个四方格 与主耶稣在一起 与主耶稣一起啊 就是那时候就远远与主耶稣在一起了 12那边 大家要轻松一点 主耶稣真的很赐爱 非常开心跟他一起讲话 他根本就是没有傲气的 不会说我是上帝 我不能够跟你讲乱跟你讲开心的话 没有 他真的你跟他讲话 跟主耶稣讲话 跟圣灵跟阿爸父 真的很开心 但是阿爸父当然要尊敬一点 阿爸父我们都尊敬上帝 这三点好不好 但是阿爸父我很想念 阿爸父真的很想念 他真的很慈悲 谢谢大家